洗手白头邪恶的夫妻在互相争情告白后 给予彼此一个温暖的拥抱 险下现场其他同学们与师生 这里是常跟科技大学开办的乐陵大学课堂 由于学校以健康照护领域为特色 校方自13年前便响应教育部政策 积极推展乐陵大学 邀请附近社区的长辈到小上课 近年来吸引许多人就团前来报名参加 长辈们也分享自己的上课经验 并十分感谢学校提供这样的机会 让他们到老年还能有机会继续学习 平安心讲上长根这个课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长根 给我们老人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丰富的上课 画那个生命之术 真的我感谢老师画完了 我还跟老师讲谢谢你 我们七十几岁了还能够画出一幅画来 让这医生非常非常的怀念 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他会教一些老人老了怎么样去处理 处理说帮助老人长照的怎么做 反正很多很多 课程真的都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对我们老人很有意义 真的很有意义 我们来这边上课其实真的也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又增加很多知识 然后还有身体的保健 老人的长照 老人的长照 几乎这个课程对我们老人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课程 然后老师上课都有带动性 也活泼 让我们觉得说每天上课来这边是一件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都会分享给亲朋好友 像一些作品啊什么啊 我们都会分享子女啊 子女都说来这边 这个学校给我们老人一个照顾啊 真的是很好的 那么从开始报名上课的这个阶段 每一个课程我都觉得是一个令人很欣喜的 几乎每一天都觉得收获满满的回去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知识性的或者是在生活上的 每一次上课都能够在笑声当中感受到满满的喜悦 能够到75岁还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成为自己生活当中很棒的一个收获 那当然我自己一个人来上课 我们家先生没有来 那我回到家里以后 我就会把我上课的心得 有些什么样的收获 我就回去跟他分享 那么等于是一举两得 长文科大见向推广处处长也说明了乐林大学课程内容 包含老年自我照护 生命经验回顾 甚至是夫妻相处指导等等 希望帮助长辈学习实用的生活知识 也进而鼓励他们走出家门结交朋友 而陪同上课的师生们也从他们的身上 学习到许多生命与长者照护经验 愉快地新来工作 然后遇到了乐林的那些老人家 然后就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后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聊天 从他们聊天中 会分享他们的生活趣事 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未来的 也会跟他们学到如何跟老人家沟通 然后他们的生活那些之类的 也会间接去照顾到他们的情绪 我觉得生活的历练是不错的 但是对我对我来说我学到很多 因为我们学校就一直聚焦在健康照护的理念里面 所有科系都围绕在这个主题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一定是责无旁贷嘛 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办理第13期了 包括他们可以涉及到的像师资的议题啊 或者是他们刚刚您提到说 那个很难齐口的跟夫妻的另外一半 包括他们在夫妻关系的经营 那刚刚也有看到有一些学员 其实是很感动的 有点累带的犯观 因为很多话是难以齐口的 那我们也跟着 我们也办理了代监学习 就希望能导这一些很有智慧的长者 进到课堂里面 跟着我们同学一起进行课程 然后有学生跟长者一起当作主角 去做他们生命历程的分享 那这一块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的学生身上 他们得到的给我们的回馈就是 他们从长者身上学到 就是生命历程的复制 而长辈们上课的地点 就位在高龄长照产业人才培育基地 这里是校方在2019年所启用的特殊教室 不仅有大型会议空间 也有专业的体建设施 更有模拟病床与教具 让学生能练习如何照护老人 更是国家认证的照服员考场 十分专业 我们的学生包括护理系 或是高照系的学生 在整个老人照护这个部分 所用到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部分大概有几个区块 我想等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说生命真相的测量 或是我们老人备餐 甚至在我们整个沐浴的部分 都有这样的设计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基地也取得 我们的劳动部的一个 单约证照的一个考场 那未来如果再通过一个 晋级的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在造服员这个地方 可以做个考照的一个设备 好 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通过的一个 评鉴的一个合格的一个状况 台湾即将在2025年 邁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社会上 将有超过20%的人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因此更需要重视 因法族相关权益与照护 常恩科大期盼透过勒林大学 带长辈活到老学到老 健康开心体变老 渡过人生下半场 记得刘雨婷同学报道